大家都知道我們是一個民主自由開放多元的國家 所以各政黨他們自己要做政黨的外交 我想政府基本上不會有什麼樣的意見 那只不過是說該政黨相對的政黨 如果有一些對台並不是那麼友善 或者是並不符合國民期待這樣的一個會議的話 那可能各政黨自己要小心注意 我們就有程序 我為什麼講這個第一級的界定呢 就只要它是航空實體 或者海上一個實體 預約了我們的界限 我們就把它當作他們的第一級 這是他們的第一級 這是他們既然打的第一級 我們一切反應有程序 會警告 會或者我們釋放警報 或去做辯證 然後呢我們做的任何一個反制都叫自衛反擊 就這樣界定 能打下來了嗎 能打下來了 是這樣子 因為這第一級它發起的嘛 好吧我們界定這樣 當然不會那麼快 我們做戰 平常轉換 平戰的轉換 它有一定程序的 我們都不期望發生任何的戰敗 副長官你怎麼看說 現在因為中共20大 他似乎也沒有放棄 台灣的公司 這邊構成的 我覺得中共從來沒有放棄過 要武力解決台灣問題 國軍我們也不能指望講 他如果想他放棄 我們就不用備戰了 我各位報告 國軍的本物就是戰備整備工作 包含任何國家 對不對 以前有人講過 哎呀可能在哪一年會發生戰勝 那我們也不能講奧義 他講那一年 我們就大家就停止 準備 準備那一年 不會的 戰備整備是我們國軍日常 每天都要做的工作 不會任何一句話 我們就改變我們的這個作為 這點特別跟大家說 副長那真的說中共的軍資擾盤 這心態嗎 但是我們在明年的國防的預設 都在航空攔戈採購量 不到今年發生 是這樣子 他那個我們 你那個 那個採購的 是這樣子 他每一年有作業維持費 這個維持費是個整體的 他比如後勤類 後勤又有油料 彈藥 林復健的這個 整補啊等等 他每一年他會調整 那據我了解一下 去年有一筆錢 買的油料 儲備在那邊 所以今天我們整個來調的話 這個油料就可以稍微少一點 國軍一定是整體來考量的 不會因為敵情那麼嚴重 反而把這個錢給降低了 我們就決定一個精算 以適應我們的戰備整備 為什麼他每天有鞭鏈的方法 就是發藥強化 跟蛋藥跟油藥的東西 那會有著重在哪些蛋藥之上 這我們有通盤考量 好不好 這對於我們不便 講那麼清楚 請原諒一下 好 謝謝 許娃姐 謝謝你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 海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呢 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 它有這個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呢 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 這一顆一顆的這個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 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碼 來上網代購 CTI798的代碼